五股第二屆万圣节活动 游市议员成名义服务处 台湾幸福基金会 五胎房屋等单位 联合在周浙阳方舟公园旁 举办亲子便庄园游会 活动开始由家长们 带着小朋友到合作的店家 不给糖就捣蛋 吸引上千位大小朋友参与 这次我们跟台湾幸福基金会 还有五胎教育基金会 五胎房屋 住商五胎房屋 还有我的服务处 我们联合扩大举办 可以看到整个五股都是小朋友 满街的小朋友 都是盛装在采接 我们也特别让小朋友 有很开心的礼物 让小朋友沿街去采接去讨糖 不给糖就捣蛋 舞台上除了亲子便装秀 小朋友们穿着家长精心设计的 各种不同动漫人物上台亮相 可爱俏皮的造型演出 让大家都觉得相当有趣 没有下雨又没有大太阳 非常舒服 大家走在街道上面 那现在所有小朋友移动到主舞台去 晚上的活动会非常的精彩 在这边谢谢所有参与的店家 谢谢所有合作的伙伴 大家万圣节快乐 陈明毅表示 周紫阳市五股新兴重化区家庭组成非常年轻 万圣节变装活动非常适合亲子同乐 这项变装园游会已经形成地方传统 非常有意义 记者胡宇轩五股采访报道